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 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最近被称为抗中之国的国家 除了西方之外还有一个在 东南亚国家制菲律宾 现在西方说中国是好斗 所以搞到现在那么大事 因为他们就骂中国坚持自己对南海主权的主张 但是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就算日韩他们都是这样的 就算是俄罗斯和日本都是这样的 你要记住一样东西 就是每个国家都是为 尤其是他们领导人都是为自己的主权 势死捍卫的 而且中国他说明了不是没得谈的 可以和菲律宾谈 但是也希望菲律宾不要引入第三方 即不是印太地区的国家 比如美国 就不好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就会引狼入室 Anyway 菲律宾 当然 现在和中国 经常是对着干 但是 他现在除了在 南海出事之外 菲律宾 有一大堆人 他们在一个地方叫红海也很大 早前哈马斯和胡塞还有一个叫做 杰哈德的组织 还有其他 是一些中东的 军事组织 当然他们就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事业 亦都是 与 以色列对着干 原来胡塞和这帮好兄弟 好兄弟引好 是 开了会之后就说要继续在红海展开攻势 支持巴勒斯坦事业 当然是对着 英国、美国和以色列三个国家 为什么这三个国家 严重照顾呢 因为英美联军就打击胡塞在 也门的据点 以色列更加不用说 在加沙 在加沙发动攻势 其实 胡塞之前 已经在红海水域发动多次攻势 导致多国的海员 离世或者受伤 有些就被老套 其中菲律宾海员 他们也算是损失惨重 好似之前 真正信心号 这艘货船 有两名重伤的海员 回到菲律宾去治疗 其余11名海员 3月12日都已经回到菲律宾 真正信心号是什么时候受到胡塞的攻势 原来就是 在3月6日 而且这次在胡塞的 狂轰之下 造成了菲律宾的海员 两人离世两人重伤 所以现在菲律宾 他们就担心 他们的海员究竟行不行 不是说他们的质素不行 其实菲律宾海员 也是OK的 职业素养挺好的 有个人说过一句 在国际 航运业当中占据重要地位 菲律宾 更加提供了全球四分之一的海员 自从去年11月以来 胡塞不断在 红海发动攻势 其实很多中国船都有菲律宾的海员 也有 菲律宾海员也类似成为受责的受害者 2023年11月19日 扣查一个叫银河领袖号 上面17名菲律宾海员 都是大事 当然这一切也突显了 菲律宾海员 现在面临一个相当困难的 局势 也是有当地的报纸说不如找中国帮忙 因为中国好像 就和 胡塞的关系 不是太差 不如找沙特阿拉伯更好 沙特阿拉伯 因为中国始终不是当地的 地区国家 当然这是一些华文媒体说的 应该帮帮马尔斯 为什么说美国和英国间接害了菲律宾人 因为他们 在 红海的攻势 你记住 我们之前也说过 英美联军这样打击 是可以的 但是 之后的反弹更加大 现在就是 你越打压他就越顽强 现在胡塞说明更多攻势 指向这些 是英美的船隻 英美船隻是很多菲律宾的海员 原来 菲律宾移民工人部刚刚也发布了公告 就说在真正信心号货船 受到 在胡塞动手之后 两名船员伤得很重 后来他们就乘坐班机 包机也挺好 在 东非国家吉布提 回到菲律宾 之后就进行进一步治疗 两人曾经在吉布提接受治疗 在 获得吉布提的医生许可症之后 才让他们走 在真正信心号货轮上其他11名菲律宾船员都已经回到菲律宾 胡塞就向真正信心号动手 其实最大事的就是菲律宾人 因为他们有人离失 幸存的船员 亦被印度海军送到吉布提 并且当地制作治疗 最大事的 是细节的遗体还没找到 这两名菲律宾人还没找到 所以现在也动摇了 菲律宾船员的心 你记住 这些船员也为国家带来了很多收入 因为船运业的发展 这些船员当然不可替代 这次 你记住 那个真正信心号的袭击 是红海危机爆发以来 胡塞首次 是造成有货轮的成员来世 2023年11月19日 胡塞首次对红海海域的货轮发动攻势 扣留在 银河领袖号的 货船和船上25名海员 其中大多数是来自菲律宾 胡塞 到现在 你记住还有17名菲律宾船员 是被胡塞拒绝释放的 原来 这个就看美国佬肯不肯帮你 看美国肯不肯和以色列说停战 但是美国应该叫不上以色列 除非他真是够胆 用一些实质的东西 和以色列谈 原来这17名菲律宾人 就令帮帮马克勒斯很麻烦 因为他 亦被国内一些人的压力所限制 就说 你这样和美国走得那么近 令到我们的船员很糟糕 但是船员说真的 他们也要银食 那就去其他的船只可以这样 不是英美的船员 原来 现在胡塞就说 怎样才可以放船员呢 可以的 就是 美国停止向以色列援助 并且 以色列停止在加沙的作战 我们就放人了 胡塞亦多次使用 无人机、无人艇和反船 的导弹 向 红海和亚丁湾水域 以色列、美国和英国的船员 在发动攻势 以色列、巴勒斯坦支持 你记住一件事 就是 他们的船员 只要与美国有关系 他们都要银你 之前我们说的船员 其实他们的国籍不是美国的 也不是美国人拥有 只不过是 美国企业 资本与他们有关系 都一样银 所以这个范围很大 现在菲律宾也希望 他们的船员也希望 和波波马赫斯帮下手 和西方滑船 2024年1月12日 英美两个国家对 亚门境内的胡塞 多个巨点发动攻势 但是 没有令胡塞的 这些红海动手 反而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猛 自从2023年11月中旬 胡塞开始在红海发动攻势以来 其实菲律宾船员 这些船员也屡屡屡成为受害人 侧面也反映了 其实欧美这样搞 也是搞回菲律宾的 原来根据菲律宾 海外就业局的数据 自从1987年以来 菲律宾一直是世界上 主要的船员供应国 包括很多 中国的船都请菲律宾人 估计2022年 有超过60万菲律宾人 从事海洋相关的工作 从事海运业 海市相关工作 所以如果没有这些人 其实菲律宾的损失都很大 你知道菲律宾一个重要的收入就是 靠海外的工人 工作人员 外汇寄回菲律宾 其中菲律宾海员 海外就业局 他们也是向 全球派演40万名的海员 佔海市工人25%以上 是所有国家当中最多的 具体到 是商船队的范围 其实菲律宾海员 占全体船员比例更高达30% 其中包括集装商船 散货船 运游轮 和旅游的游轮 各种的船 都是很多菲律宾人 由于人数更多 所以菲律宾海员更有可能 会面临来自 是湖塞的风险 现在 这些海员工会就希望 邦邦马赫斯 可以叫 美国帮下手 但是美国暂时 未有回应 说真的英美间接 他们应该保护他们 不过这么说 他们自己的船隻 都不是那么容易保护 它好像乌英那样很麻烦 你说如果绝对实力来说 湖塞当然跟英美差很远很远很远 但是它经常 一样弄你 你也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菲律宾船员 其实那些素养也是不错 也得到了国际航运业会的认可 他们的CEO 也说 为什么菲律宾人这么受欢迎 因为他们懂英语 而且也有不错的 因为他们有良好的航海文化 和亲和 也就是 和便宜 他最后那句就说 极佳的成本 而有竞争力 因为便宜 当然 资深的航海 专家亦都说菲律宾人 事实上他们是耐挨的 与此同时 由于海员收入 水平 明显是高 其他菲律宾工作岗位 越来越多年轻人都想着 从事这个项目 但是 现在 湖塞 发动攻势以来 菲律宾 现在的年轻人 也开始停一停 想一想 少了人加入的 最新的这些航海数字 就是那些学校数字 这几个月大家都害怕的 所以不够了 2022年的数据也显示 现在我们只有这个 菲律宾的平均月薪 是 852美元 而菲律宾 海员学徒的起身 是1055美元 菲律宾 海员 就为菲律宾国民经济 贡献很大 所以 他们就要美国帮忙 应该都要叫英国 原来 菲律宾海员和海市工人汇款 达到61.4亿美元 这是最新数字 令到航海业成为了他们国民生产总值最大贡献的 一个事业之一 虽然菲律宾海员在国际当中享有良好声誉和地位 但在国际地位当中 冲击也最大 一个人最多 现在他也是因为 中东局势 所以这个世界是命运共同体 中东 因为你以色列 继续在加沙地大发动攻势 这就搞到 在湖塞 就要出来动手 当然 英美就向湖塞 也门的巨点发动攻势 结果湖塞更加多的攻势 当然更加多攻势 由于菲律宾海员比较多 所以他们更加容易受责 现在 复杂的局势也令到菲律宾被捲入 这个冲突当中 自从去年11月19日 银河领袖号 被湖塞扣押之后 他们的海员 还有17人在湖塞手上 菲律宾政府一直打算推动 这些扣押海员 希望放回菲律宾 但是湖塞不肯 收效很微 现在 邦邦马可思 就被这些海员 工会要求要向美国和英国求救 我相信就算求救也没什么用 因为一日战争未停 他们也不会放手 胡塞今年3月14日也说 他们已经释放了银河领袖号 货船和他船员的决定 原来很搞笑 他将这个释不释放与否 现在他说我们不管了 就将这个决定权 交给哈马斯 这样搞 并且与哈马斯 对于释放这艘船和船员进行讨论 胡塞的发言人亚米尔 他说这艘船和船员的 命运掌握在 哈马斯和喀山里的兄弟手中 你大事了 喀山里就是10月7日 向以色列南部发动攻势的喀山里 胡塞对这艘船现在没有任何主张 你有什么你就找哈马斯 你要向哈马斯即是 西方和以色列与他们谈判 另外 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 爱德华多 他刚刚开了记者会 就说菲律宾政府现在尽一切力量 是争取扣留的海员被释放 他也说 这个海运事业在菲律宾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他们不会就手旁观 但是现在胡塞 你想想美国说的东西 他们都不听 何况你菲律宾是吧 最重要就是 停火而已 但是以色列怎会肯 胡塞 就坚持要加沙停战 作为释放菲律宾海员的先决条件 爱德华多也认为菲律宾方面确实没什么办法可以影响胡塞 亦寄望西方盟友可以帮忙 他亦说胡塞 可能希望菲律宾方面 承认他是 是也门的合法政府换取海员的释放 但是菲律宾就说不回 当然菲律宾 亦表示除了是确保被扣押人员的人道条件之外 没有必要进行谈判 有的话都希望其他政府可以帮忙 即是指西方 应该找美国 菲律宾政府其实和胡塞没有直接接触 是通过一位名誉领袖 代表菲律宾进行谈判 但是这位名誉领袖 常驻在哪里呢 原来是常驻处于也门 在正规政府 也门政府控制的亚丁 所以胡塞跟他接触非常困难 根据国际海运业的标准规定 宣言 在指定战争或高风险地区工作 应该获得双配工资 同时有权拒绝航行并且由公司 承担险犯的费用 但是这位菲律宾的外交部副部长在记者会上 菲律宾政府已经和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达成协议菲律宾海员有权 在高风险地区拒绝 进行工作 但是现实当中由于 船员 经常在每个船之间是转移的 其实船员很难确认了解所有船的 所有权 所以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这艘船有没有跟美国有关系 之前我们查过 其实都不是美国商船来过 后来 西培就说其实跟美国都有关系 就是杖树资本和一些公司 曾经是拥有过某些船籍 结果胡塞都不理那么多 不理你3721 首先封锁了你 菲律宾 当然这帮海员 也承载着他们巨大的 一个期望 因为他们对于国家的 GDP 是供电很大的 六十几亿 很厉害的 不是开玩笑 如果那些人害怕 少了或者拒绝工作的话 事实上也会令到 他们收入有所损失 现在 英美会帮他 我相信英美也会帮他 但是有没有办法可以停 没有 现在这么大风险 当然有些华文媒体说找中国 我觉得 他就应该不会 他就应该不会 因为 可能会认识 当然看现在中国和菲律宾 在领土上的争端 邦邦马克思 现在他加大了 他就说要强 强硬的外交政策 近几个月 中国船和菲律宾的船 都在海上冲突 变得更加频繁 但我相信大家都撤了围栏 你看到 其实每次都射完水 就好像没什么 今年一月 他们就说 马克思就有与越南领导人承诺 在两国的海岸线 这个海岸 警卫队更加 密切地合作 越南 当然 他们很搞笑 他们又说越南是抗中的一个重要国家 但是 虽然越南和中国 都是有 这个是海域上的正义 但是 但是 越南他都说可以谈 其实越南和中国是没问题的 当然 马克思亦都成功地跟澳洲 那反而他跟澳洲这个 就好像是 实在一些 但是 澳洲和中国亦都是第一 中国亦都是澳洲第一大博盘国 究竟他是不是 可以出兵呢 我相信大家都签国协议 有些是军演 或者 捐献贡献一些海上的装备 给菲律宾 而且 邦邦马克思 亦都将手移到欧洲 宣传到欧洲 欧洲可能就跟你瘋一瘋了 因为 他这段时间 其实欧盟 不要说这段时间 这一年半载 其实欧盟对华都挺强硬的 这个邦邦马克思就说 必须承认全球60%的贸易 是经过南中国海 所以这个不单是菲律宾 一个国家利益 亦是东南亚 就是东盟 和印太地区利益 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利益 你说得对 如果那里有什么战争 其实全世界都遭殃 那你是不是真的要跟中国打仗 他又应该不会 其实应该就是 跟某些跟中国关系差的 西方国家和他的盟友 就是 追求他们 之后就跟中国 有些 发声明 可能就跟中国 菲律宾自己 我觉得其他国家就不会 菲律宾可能也跟中国 船大家射一下水 其他那些所谓盟友帮他发声明 又说什么维护南海 什么东西 你说实质会动手 就不会的 但是 我觉得台海更加危险 我相信邦邦马赫斯 都会选择理性 因为之前台湾就打算 追求菲律宾 邦邦马赫斯第二天 菲律宾总统就说 台湾在中国一个省 他是知道底线在哪里 这也是好事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